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里三 今天来聊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电动车在中国发展至今 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选择 但是电动大轿车 似乎想不到什么第一选择 热度最高的蔚来ET7有点贵 奔驰的EQE 有点丑 那自己L7过分专注于驾驶 有点被带跑偏了 而这个市场里面销量最好的车 比亚迪汉EV 它根本就不是一台原生电动车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想买一台实惠一点的 智能一点的 舒服一点的 电动大轿车 你最后的第一选择是极客001 压根就不是一台轿车 对吧 那么今天终于有了一个新的选择 车长5米 轴距3米 功率375千瓦 0到百公里价3.8米 无论是车身数据还是动力参数 它的这些信息 听起来和蔚来的ET7都非常的接近 但是看它这个30来万起售的这个预售价 你会发现 它的价格区间 其实和ET7的小弟ET5 是完全重合的 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有意思 你究竟能不能用一台ET5的价格 买到一台ET7呢 在正式聊车之前 再来探讨一个问题 你买一台电动大轿车 究竟是出啥 有人可能会觉得 车子大看起来气排 车子大开起来比较稳 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是为了后排坐的舒服 对吧 有更大的空间 但说实话 对于电动轿车来说 后排要坐的舒服 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大电池会侵占底板的高度 而为了低风阻 而坐的溜背 也会切掉你的头部空间 即便是蔚来ET7 我这个身高坐在后排 头还是有点顶 靠背还是有点直 但是这些问题 在这辆车上都没有发生 可以看到我现在坐的一个姿势 我的腿部空间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头部空间 在有这样连的状态下 我觉得表现也依旧是不错的 同时 它的座椅的坐姿相当的正确 我可以坐在上面 有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而且座椅的贴合度 舒适性 表现也都是OK的 同时 咱们这台车是高配车型 也就意味着后排有相当多的功能 你可以通过这块屏幕来进行操作 比如说加热 通风 按摩 四驱空调 遮阳帘的关闭 还有一个一键舒躺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状态真的非常的棒 副驾移到一个很前面的位置 然后座椅还能放后躺 这个腿托还可以伸起来 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 老板做的一个状态 而且在主架我刚才也试过了 这个头枕的位置 并不会遮挡主架的视线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还是有三个缺点要稍微提一下 第一 中央扶手 这里做的磁吸很好 但是上面没有做阻力 你总觉得它稍微有一些 过于的生硬了 这个动作 还有就是 这个背架 无论是它的做工 还是它展开的状态 都会觉得有一些廉价 而第三 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说 这个坐垫的长度 稍微有一些不够了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 这个腿托 并不能很好地 沉托到我的小腿 但是除了这些缺点之外 这个后排的体验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为什么这辆车的后排 可以做到一个出色头部空间呢 其实非常简单 原因就在于 这根线条特别的向后流 这也就意味着 你注意看后窗的这个位置 它的高度流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头部空间也就更多了 其实它整个车 就闭住以后的整个造型 说实话跟蔚来ET7真的蛮像 也就证明了蔚来ET7的整个造型 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这辆车它风度也做得很低 蔚来ET7是0.206 0.20几 这辆车是0.22 表现已经不错了 但是ET7它有一个换电机构 也就意味着它底板是变高了的 那么这辆车没有 而且看得出来 它的电池和车身之间 整合度做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后排可以拥有 如此的一个乘坐体验 这样聊到的车身造型 不如来聊聊它的外观设计 先声明一点 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 这辆车的外形设计 原因有两个 第一 整辆车车侧的一个姿态 我觉得是错误的 这种五米长的大轿车 车身姿态应该是 有一点上仰的一种感觉 不幸你看BBA所有的地级车 包括像老死来斯宾利那样的大轿车 而这种有点俯冲的姿态 应该更加适用于 车长4米8 4米9左右的 中型轿车 所以在这里 我觉得它的选择是错误的 第二点就在于 这辆车它整体的外形 这种设计手法 我觉得稍微平淡了一点点 除了有点花里胡哨轮毂 和可以增加40公斤 下压力的可折叠尾翼 其他的设计 我觉得稍微平淡了一些 我个人并不是那么的感冒 它没有那种 让你眼前一亮的冲动 它就有点像是什么 就是你游戏里面 NPC的那些社会车辆 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当然话反过来讲 第一我可能被 现在很多电动车 张牙舞爪的造型 给有点带跑偏了 我觉得一台电动车 看起来就是要刺激一些 第二可能这辆车的受众 会更加喜欢这种 相对比较平淡 或者说比较稳重的设计 所以也轮不到我来评价 那么屏幕前的 你是怎么认为的 欢迎在弹幕里面走一步 回到车内 前排的表现 就没有后排那么出色 咱们寓意先扬 先来说一下它的优点 首先它车上所有的用料 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这个音响面板的设计 还有这种氛围灯的处理 还有像这种小的细节点缀 我觉得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第二 它的手机无线充电板 可以达到50瓦的一个速度 我觉得这个的功率 还是蛮吓人的 而且下面这个通风 真的非常的有用 我的手机在这放了一天 充电完全没有任何的发烫 这个表现是要点个赞的 第三 这个驾驶姿态 真的非常的出色 并没有像ET7那样 感觉你的车头太高太长 也没有像ET5那样 让你感到非常的别 除了方向盘距离 我的位置还是稍微远了一点 以及这个后窗的视野 稍微小了一点之外 整个车的驾驶姿态 是非常出色的 说完了优点 接下来来聊一聊 让我觉得非常恼火的 这个缺点 第一 三连屏 这是蓝图非常标志性的一个设计 但是这个边框 真的太粗了 好吧 那句话叫什么 边框能停航母 是吧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第二 这辆车上 没有任何的实体按键 没有到什么程度 这个双跳灯 包括边上的这个模式选择和自动国车 都是虚拟按键 而且没有任何的立法 它没有任何的假行程 所以说你完全盲操 基本是不可能一次安全的 而且更离谱到什么程度 方向盘上的多功能键 是虚拟按键就算了 连车窗升降键 都是虚拟按键 而且你还要用力按 才能把它给按下来 就是你长按是这样 然后你摁一下它是就这样降到停 我开了一天了 我到现在还没有上手 然后最离谱的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是天安静到什么程度 它也没有后备箱开启 所以你要到后面 到这里来点进车辆 点进后备箱 点击开启 才能把后备箱打 我今天已经经历了无数次 我在主驾下车去打开后备箱 发现打不开 然后回来把这个按钮按开 然后再到后面去 把东西拿出来的进来 而第三点就是 它的手势控制 就是我是一个有点多动症的人 所以我的手势会非常的多 看我节目的人 大家就应该知道 所以当我经常就比到一些手势的时候 它就会莫名其妙的使用 而且我还不知道 这个功能哪里关 这我觉得也并不是一件 让你的生活感到 更具科技感的一件事情 只是增加了一些麻烦而已 而为什么我不会去操作 它如何关闭呢 那是因为蓝图人跟我们说 这辆车的智能化 还没有最终的定格 这就意味着 它整套车机系统 包括整个驾驶辅助 其实现在都还处于一个测试的阶段 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重点 去体验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但是关于它的智能化 其实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它的电子电气架构 其实有着相当的一个先进程度 按照它们的话来讲 甚至比特斯拉Model 3上面 还要更加的先进 因为它是一个集中控制力的状态 具体怎么实现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反正它是一个先进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 未来这辆车将会有更多OTA的可能 那太好了 你OTA能力强势了 你就帮我OTA个10T按键出来 谢谢你 聊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 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车 然后这个人之交会有点喘 然后外形设计也没长在我的点上 但其实 当把这样车开起来之后 它会有另一份美意 双叉臂前旋挂 五连杆后旋挂 CDC自适应阻尼 空旋 再加上磨毯 从硬件层面上来说 这台蓝图追光的整体的底盘 已经是完全的拉满了 对吧 但是我们之前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就是底盘给你的质感 并不是光看它整体硬件的水平的 主要还是看调教 尤其是空旋这种玩意儿 真的是非常吃调教的 而仅仅从底盘这个层面出发 我不吹不黑的说 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觉得它的底盘质感 可能比未来的ETG还要再出色一点 因为它整辆车这种静谧性 隔离感 还有整体的漂浮感表现 真的是太出色了 尤其在过这种大的起伏的时候 你会觉得整辆车 有着非常强的那种厚重感 让你开起来相当有信心 而且相当的舒适 而同时对于这种小的这种震动 它的过滤也是非常的漂亮 而除了底盘之外 整辆车开起来的感觉 无论是在高速上巡航 还是在城市里代步 都觉得非常出色 它们的转向 刹车 油门 它们的阻尼 线性 响应程度 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就让我真正意义上的明白了一句话 就是电动化这件事情 真的是让不同价位车型之间的动态表现 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了 之前垃圾的车可能只有三四十分 厉害的车有九十多分 现在可能基准线就是一个七十分的水平 那对于很多普通消费者来说 他们可能已经开不出其中的差距 而这台车我觉得真的可以达到九十分以上 我前面有讲到 这辆车它有着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子电机架构 所以说支持它整个底爬进行这个OTA的升级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就挺好 现在这个状态已经能满足绝大多数的驾驶者 还有两个小细节可以提一下 第一 这辆车虽然它的车身尺寸和ET7非常的接近 但是它的转弯半径只有5.8米 而且它并没有使用后轮转向 所以说它在城市里面代步 会比ET7要显得更加的灵活一些 而第二点就在于 这辆车它的高速巡航的电耗 包括它高速的电机发力程度 表现都是很不错 据它们的表达说是140到160之间 它可以维持一个非常持续的动力输出 虽然说你并没有办法合法的开到这样的车所 但至少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也就意味着它这样的硬件的搭配 会让你觉得它是一台非常出色的高速巡航机器 但是作为一台有着375千瓦电机 且这个动力的车型来说 它并不仅仅是在城市和高速里面表现出色海 这样来到周山就不得不来跑跑山了 我现在跑的这条山路 我觉得对于很多跑山的爱好者来说 绝对都是天堂般的存在 因为这是一条单行线 你不需要太多的去注意对象的来车 除非有人瞎闯 所以说开起来是非常的放松的 而这辆车也是一样的状态 在把它开到了运动模式之后 整辆车的车身高度会下降 然后转向阻力会增加 然后加速的响应会变得更加的暴躁 虽然说它是一台跟一体系差不多尺寸的车 但是我不得不说 在这样一条山路上 这辆车开起来的感觉 你不会有任何觉得很笨重的一个地方 整辆车开起来是非常随心所欲的一个状态 而且大家也看得到 现在这条山路 其实它的这个路况并不是很好 但是这辆车 它刚才的那种非常舒适的这种漂浮感 隔离感 其实在跑山时候 你依旧是有一点点的显现出来 也就意味着在这样一条山路上 你并不会开得很难受 其实你开起来的感觉 依旧是非常的这个泰然自若 且甚至有一点点舒适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的副驾可能并不这么认为 那当然它整体的这个特性 也没有完全的被舒适性给带走 整辆车的这种支撑感在增加了之后 它整体的转向 整体的这种车辆的这种操控的欲望 会变得愈发的强烈 整辆车开起来会变得更加有趣 甚至车尾还会有一点点的滑动 整个车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非常听话前 会让你觉得 愿意去激烈驾驶的一个状态 但当然这个电池可能就并不是那么同意了 因为过不了多久 它可能就要没电了 然后还有一点值得提一下 就是其实在舒适模式下 这样车的转向手感稍微有一点点奇怪 就是它的中心区其实非常的明确 但是中心区附近的阻尼 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突变 所以说你在中间打方向的时候 总觉得中间咯咯咯咯咯那个感觉 但是在变成了运动模式之后 它整个转向的区间内 所有的转向的阻尼都变得更重了 所以说它整个转向的手感 反而变得更加的自然 在这样的山上开过这样一台车之后 我真的是非常的好奇 就是有了威廉姆斯调校 还有主动后轮转向的自己L7 在这样的山路上会是怎样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如果它要比这样车的动态表现 更加出色的话 那我真的会非常被惊艳到 激动了那么久 让我们平静一下 再次回到我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 这台蓝图追光 究竟能不能成为一台 用ET5价格买到的一体骑 其实以一辆汽车的标准来要求它的话 这台车的综合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后排很舒适 底排很扎实 用料做工续航等等等等 也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除了那十几个脑人的虚拟按键之外 整台车的表现是非常让我满意的 可是以一台智能电动车的标准来要求的话 这样车能提升的地方就还有很多了 它的智能化表现 品牌知名度 包括整体的配套服务等等 与当下处于第一踢退造车性性之间 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的 所以说从产品本身出发 这台蓝头追光 甚至有可能是一台更好的未来一体机 但是别忘了 绝大多数人买未来 可不仅仅是冲着产品力去的 把帽子拿了 再次因为什么要是一台市场 böl计厌 re暂当下 是最好的 这里要不及 全意 每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